欢迎来到分享沙罗 今天跟大家分享以撒三次挖井的启示 创世纪二十六章 陀拉学习的第六周 因饥荒 以撒就往基拉尔去 到菲利斯人的王雅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 并应许他与他同在 赐福给他 将这些地都赐给以撒和他的后裔 于是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以撒在那里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圣 成了大富户 菲利斯人就嫉妒他 以撒开始挖掘他父亲 亚伯拉罕在世时的井 那些井被菲利斯人堵住 填满了土 基拉尔的墓民与以撒的墓民争吵说 谁是我们的 以撒就将那口井命名为埃瑟 因为他们与他争论 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 他们又挖了一口井 又为这口井发生增进 所以称之为西提拿为敌的意思 以撒从那里继续前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没有为这口井争吵 所以他把它命名为利和博 宽阔的意思 并说 现在耶和华给了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里昌盛 上的应许将以色列的土地赐给以撒和他的后裔 但同时 以撒与菲利斯人一起经历了巨大的冲突和挑战 菲利斯人本身就是来自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入侵者和掠夺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占领了一些沿海地区 并开始强行向内陆进去 从这张地图看到 深蓝色表示最初入侵的区域 浅蓝色表示继续渗透的内陆部分 菲利斯人西布莱文的词根来自于入侵 几个世纪以后 罗马人开始将以色列土地称为巴勒斯坦 拉比分享以撒三次挖井的气势 以撒尝试的第一个方法是埃塞 意思是争议 此方法假设争议代表利益之间的冲突 解决争端的方法是找到一种实现双赢的方法 就像任何商业的提案一样 因此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 让彼此投入共同努力中 一切都会成功 我们将进行谈判直到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冲突就会解决 以撒尝试的第二种方法 体现在第二口井的名字 西提纳中 意思是仇恨 第一种方法失败以后 人们开始认识到入侵者对财产并不感到兴趣 他们的问题是对犹太人的仇恨 但犹太人为了安抚他们 给予他们的东西越多 他们的胃口就越大 他们的仇恨就越深 最终他们内心深处 黑暗的秘密浮出水面 就要到他们来吞尸 并且将犹太人扔进海里时 他们才会停止 但对付非历史人的入侵 还有第三种选择 根据第三口井的名字 利和博 字名意思是充足的空间 也就是宽阔的意思 表明一种扩展的状态 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身体上 第三种方式认为 试图忽视非历史人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是没有用的 犹太人用责任认识 他们在世界上的独特角色 这要求他们像以色列一样 从那里出发 继续前行 将自己提升到另一个更高的维度 简而言之 犹太人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生活 他们来到以色列土地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远离世界其他地方的安全庇护所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以色列王国 这将促进和培养他们与全能上帝的关系 并使他们能够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妥拉之光和对上帝的信仰 甚至对于袭击他们的非历史人也是如此 伊萨的首要任务是 重新打开他父亲亚伯拉罕所挖掘 但被非历史人堵塞的水井 亚伯拉罕确实挖了井 但这些井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显然这不是他一生中必不可少的神圣使命 但对以色来说 挖井是他生命中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他重新挖了他父亲的井 并用亚伯拉罕最初给他们的名字重新命名 然后他继续自己挖掘新井 亚伯拉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他在一旁 整个世界在另一边 他相信一位上帝 他侍奉他并传扬他的名字 他是第一个施行割离的人 而以色尔试图透过自己的真实内在生活行为 铺就新的更持久的道路 我们找到了水 一口火水井 这是挖井在以色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另一个例子 犹太人称亚伯拉罕以色和雅各为族长或者父亲的原因 是他们开启一条新的道路 一种服侍上帝的新方式 一条未知且尚未走过的道路 但一个人开始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时 他不能确定自己会成功 这就是以色给他挖的第一口井 起的名字的 埃瑟的原因 他的字面意思是 struggle 挣扎 这显示 以色内心正在纠结自己所采取的新方向 是否正确 然而他继续挖另一口井 现在他已经确信上帝喜悦他的道路 每个人都应该寻求所走的道路在上帝眼中是否蒙恩 为此我们必须寻求来自于我们灵魂深处的方式来侍奉上帝 即使他与我们的前辈的道路有所不同 以色讲第二口井命名为仇恨 因为一个人一旦说出坚定而明显的选择 他就开始受到外界的反对 一些真正反对他的人就开始攻击他 解决办法就是离开前行 以色从那里继续前行又挖了一口井 继续前行这个字代表快乐的体验 当你的超然意识能力达到最高水平时 一切都会变得快乐 那时你可以挖一口心井 你会觉得现在上帝给了我足够的空间 我将会蓬勃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将第三口井命名为宽阔 充足空间的原因 新路径 New Path的西伯来文数值跟以色列的西伯来文的数值是相同的 拉比解释 这预表每一位族长就是亚伯拉罕以色和雅各都可以被称为以色列 因为每一位族长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愿神祝福你在新的一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 在神面前蒙恩 从灵魂深处真实服侍神 纵然受到外界的反对和攻击 仍然继续前行 确信神给予更宽阔的空间 必定蓬勃发展 兴旺畅生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Shallung sharing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